那天 门徒中有两个人 往一个名叫阿玛乌的村子去 村子离耶路撒冷大约有十一公里 他们彼此谈论着所发生的这一切事 正在他们谈论和探讨时 耶稣亲自走近 与他们同行 而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 以至没有认出他 他问他们说 你们一路上彼此谈论着的是什么事 他们就站住 满念忧愁说 就是关于立杂辣人耶稣的事 他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呃 对先知所说的一切 你们的心信得如此迟钝 难道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 才进入他的光荣吗 于是他从梅室及众先知开始 把所有关于他自己的经文 都给他们解说了 当他与他们坐下吃饭时 他拿起饼内 祝福了 祝福了 抹开 他们就在那一刻起来 返回耶路撒冷 在那里发现那十一人 和他们的同伴 聚集在一起 他们说着 主真的复活了 已显现吸启满了 这两人也把在路上的遭遇 和他怎样在抹饼时 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述说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